哈喽,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Torcroft Torcroft 终于在这个它的支撑线上面 出现了这个支撑 纸垫回升 也就是这个弹回来 它出现了一个青色蜡烛 好像这个样子 然后就形成了一个LOW 跟一个HIGHER LOW 这个 当然是好消息 但是呢,也不要期望呢 它出现这个纸垫回升信号之后呢 就一直往上冲 这个是很难的 因为 这边有很多套牢盘 而且它的这个MA20 是往下的 是往下的 呃 就有很多压力 啊 它要一点时间 要有时间 慢慢的加上一些好消息啊 好消息 慢慢的把这个MA20 拉平再往上去的时候 然后股价站上去 哎,这个它才有机会的 突破 突破这些套牢盘 现在 呃 如果你是打算 短期交易的话 是 比较困难一点 当然 如果你是长期交易者 你想进它的基本面 啊,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是一个老底的一个时间 短期而言 主力是这个 2块3毛半 短期要突破这个呢 是有点困难 有点困难 这样是不是 这样子呢 这样我们就继续观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